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故事是 北风雨太阳 在天空生活的北风和太阳是好朋友 但是他们常常都会争论 究竟谁的本领高 有一天他们见面的时候 有在争辩 当然是我的本领比较高 我只要轻轻一吹 大家都会冻到腾腾阵 我觉得我的本领比较高 我只要轻轻一用力 散发我的光芒 大家会热到出晒汗的 我只要轻轻一吹 无论是树上面的树叶 还是挂在浪衫架里 晒着的衣服和皮丹 所有的东西都会被我吹走的 大树还有机会被我吹到东歪西岛 比较水的本领高 不是比较水的力气大 如果没有了我 美丽的花朵和树木 我没有办法可以生长的了 如果没有了我 这个世界都会变成黑蒙蒙 大家都会什么都看不到的了 但是我只要一吹 我就可以把那些乌云吹到你面前 遮住你 你就什么都看不到的了 哎呀 白风啊 你以为这么小的一朵乌云 就可以阻挡我的热力了吗 我还会令人在冬天感到温暖 不会寒冷啊 我只要大力一吹 所有人都会立刻删门 删枪 大家都怕了我的力量啊 力量都不是比较 大家对你的恐惧有多少 就代表你强大的啊 是我的本领比你高啊 是我的本领比较高 是我啊 是我啊 都说是我了 他们你一句我一句 不停争论谁的本领比较高 争论到面红二尺的时候 有一个穿着口外套的男孩子 正在那里散步哦 慢慢走近北风和太阳 北风凌机一触 我们不要争论了 太阳你见不见到 有一个穿着口外套的小男孩啊 我只要轻轻一吹 就喜欢将他的外套吹走的了 我们一于来一场比赛 看看谁可以令到他的外套 最快脱下来就叫赢 你够不够胆接受我的挑战啊 当然没问题啦 那你开始先啦 北风心心地吸了一口气 然后大力地向小男孩一吹 他的外套就被北风吹开了 你看下 话都没那么容易啦 当北风在那里尖尖自己的时候 小男孩重新将外套的钮扣扣好 还紧紧地捉住外套啊 是啊 不要再被北风再次吹开啊 哈 没有理由的 我一定做得到的 再来多次 北风拼命地吹 好用力地吹 怎么知道 风越大 小男孩就将外套捉得越紧 完全没有想吹下来的意思啊 突然之间这么大疯 很冷啊,讓我先圍一條頸巾 我要戴上籃帽才行 北風呀北風,你不用白費力氣了 你怎樣吹,小男孩都不會脫掉外套 你吹得越大力,他只會把外套捉得越緊 唉呀,讓我來吧 太陽綁完之後,就很用力發揮出他最溫暖的光芒 剛剛才掛起這麼大的北風 突然有這麼大太陽,好熱呀 太陽的光芒越來越大 小男孩就覺得越來越熱呀 眼頭還慢慢開始沒有汗 小男孩慢慢鬆開捉緊外套的手 解開圍巾,還脫下冷帽 摸了一會兒 他還脫下的外套 蛤?沒理由的 沒理由太陽的本領比我更加高 這個時候,有一個小女孩走過來 北風又提出要比較一下 究竟誰可以快點讓小女孩穿上外套呢? 這次讓我大戰伸手了 好呀,北風你又試一下 北風對著小女孩 脫出一陣陣的涼風 小女孩感受到涼意 立即把她的外套穿上 把外套緊緊拉著 包裹著她的身體 好呀 看到啦,看到啦 哈哈哈 這次是我的本領比你高呀 北風呀北風 其實我們都各有所長 要讓小男孩脫下大衣 是我的本領 但是要讓小女孩穿上外套 就是你的本領呀 就好像人們在冬天的時候 都很需要我溫暖的陽光 但是夏天就需要你啦 那也是 當夏天的時候 大家都會很需要我清涼的北風 我們不要再爭論了 其實大家的本領一樣都那麼高 北風和太陽都各是奇蹟 各有所長 其實所有人都一樣的 都會各有長處和優點 只要在合適的地方好好發揮 都可以展現到自己優秀的一面 如果喜歡我們的故事 記得讚好、訂閱和分享呀